加拿大魁北克周日报告的新数据显示 每日新增病例的7天平均数达到546例 魁北克全省共有296名新冠肺炎患者住院治疗 其中80人在重症监护室 比星期六少4人 大多数住院的人都是没有接种过新冠肺炎疫苗的人 或者是在不到14天前第一次接种的人 加拿大卫生局说 活跃的疫情数量为496起 9月8号共进行了27,037次测试 阳性率增加了十分之一达到2.0 加拿大当局还报告说 在24小时内接种了11921剂疫苗 包括8306剂第二剂 总数超过1310万 12岁和12岁以上的公民当中 接受过第一针的比例仍然是90%左右 另据报道 拥有80%的魁北克人已经接受了第二针疫苗 反对各种卫生措施和疫苗接种的人 正在敦促居民在下周封锁桥梁和高速公路 魁北克省警察局对此将会密切关注 另外约有500人在计划于10月15号 举行的示威活动的Facebook页面上表示 他们打算参加 他们建议参与者在整个魁北克省的高速公路上 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 以制造交通拥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